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5月5号的公示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的是国际消息 巴西南大河州连日来的暴雨 导致引发了严重洪灾 当局表示这是83年来最严重的洪患 有将近3万人撤离家园 而救难人员也深入各地 把握黄金时间救援 目前最新的统计 这一场洪灾已经凑成了57人死亡 还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熟悉的街道和公路 全被滚滚洪水给淹没 用空拍视角再看一次 桥梁也都被大水冲断 城市变成了孤岛 巴西南部的南大河州 近日受到暴雨侵袭 引发了当地83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部分城市的水位更达到了近150年来最高的记录 没有电力 网路和电话 等同无法对外联系求救 被大水包围的灾民 只能够待在屋顶 等待盘旋的直升机看到 这一场洪灾 让将近三万人撤离家园 但是撤离的下一步 许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算 除了交通设施受阻 当地四座水坝也岌岌可危 随时可能溃提 当局呼吁民众尽快离开危险地带 科学家分析 气候变迁抖制近年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加上遭逢圣阴见像 将有利于降雨的条件全部集合在一起 才会抖制这场大洪水的发生 记者朱凤之中健刚综合报道 而转回来看到国内的灾祸重建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率领各部会 前往花莲和县府地方产业受灾民众 举行0403正灾复原重建方案座谈 有观光业者是前往全情 希望中央补助必须要让花莲优先 郑文燦回应 目前的重建方案 总经费是编列了285亿5000万元 会提早在6月启动 希望能赶紧和花莲县政府对接 交通部观光署二号宣布 振兴花莲观光方案 宣布7月一号起 花莲台东自由行 以及团旅都有补助 伊朗观光业者现在也希望 能够被纳入振兴案 观光署第一时间的决定 引起花莲业者不满 质疑齐头市的补助 到底要救的是花莲 还是其他县市 另外政策7月一号才开始上路 是否太慢 确实有70%以上的民众跟女民社 是希望把团带到台东去 这一点是我们业者一直很担心 为什么一个振兴案 还要看日子 看到7月1号去呢 我们这些业者每天开门 就是有一群的员工要养活 对此郑文燦表示 观光补助方案已提高到 15亿8400万元 并会提早在6月启动 强调中央已针对房屋灾损 围绕重建都次更新 若成补墙重建和修缠等补贴提出方案 如果还有需求可以再讨论 那这些方案总经费是两百八十五亿五千万元 那各部会都有 那当然有些方案的这个施行计划 那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确定 那我们也想听取地方上的意见 整个两百八十五亿里面的预算 其实一半以上都是公共工程的修复 那个在公共工程委员会里面 我们各地方政府都会报到上面去 其实不应该把它列入 零四零三灾民重建的这个部分里面 许正卫强调一些关键问题 包括强拆户重建每瓶补助十二万元 是否能够提高到二十四万 以及若成补强方案 能否重关认定等 政院都没有具体回应 对此郑文燦强调 未来会在花莲设置重建办公室 各部会也会有单一窗口 一起和县府把灾后的工作做好 记者邻居人温家凯 宜兰花莲综合报道 五二零即将到来 为了要凝聚新内阁的向心力 新内阁团队举行了行动创新 AI内阁新阁策立营 而准总统赖清德勉力团队 除了要分析未来的施政总体理念 还要增进团队合作 更表示没有一个牧羊人 身上没有羊群的味道 勉力新阁园要了解民意需求 施政才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 一起握拳合照 展现新内阁团队的战斗力 五二零即将到来 为了凝聚新内阁向心力 新内阁团队是要举办行动创新 AI内阁新阁策立营 准葛可回卓隆泰 首先致辞 强调新内阁有许多特色 包括行动创新超越党派 性别平权 更是注重专业的团队 虽然民众关心电价 NCC人士等议题 不过面对媒体追问 新阁源多不愿受访 相当低调 而准总统赖清德致辞时 强调新内阁的目标 是行动创新 新内阁有超过一半 是无党籍 是向社会取材 期许新内阁落实国家希望工程 均衡台湾建设 当民意成为后盾 相信三党不过半 不再成为问题 我先引用三国之理 里面的一段话来讲 能用重力者 无敌于天下矣 能用重智者 无畏于圣人矣 这句话充分说出了众志 层层的精神 超小也到底不是只有 就是大家对于政治上的辩论 他们都没有问题 他们现在整个破坏宣言体制 而且没有所有签法 赖清德要求 新团队要倾听民意 发挥专业 还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 没有一个牧羊人 身上没有羊群的味道 执政者也必须如此 强调只有服务人民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权利 而准副总统萧美琴 则在闭幕前 致辞勉励新内阁成员 记得陈阿新林志坚 庄志成台报道 准副总统萧美琴 传出日前访欧 被德国拒绝入境 外交部长吴钊燮回应 萧美琴都是在法兰克福过境 访问形成成功 更强化了台湾和中东欧的国家关系 除此之外 对于美国跨党派议员 推动制定台湾安全法 吴钊燮认为 台湾安全备受国际重视 不仅加强我方的防卫能力 美方更希望能够经由台湾的工业能力 和美国国防工业进一步做结合 炮片各大摊位 品尝异国美食 任内最后一次以外交部长名义 出席欧洲籍活动 吴钊燮有感而发 表示开心之余也有些依依不舍 对于准副总统肖美琴 今年三月访欧爆出被德国拒绝入境 他也回应肖美琴往返都在法兰克福过境 访问形成成功 我方加深台欧关系即将卸任的欧盟驻台代表高哲夫 也强调在台湾见证了民主 和欧盟的理念相同 都持续追求和平民主 追求共荣共好 台湾的安全情势也受国际社会关注 但对岸再升高台海紧张情势 美方日前市井 中俄首度针对台海议题展开联合军演 吴钊燮强调 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 应该加强合作抵制威权主义扩张 的确中国跟俄罗斯是 跟我们理念不一样的国家 他们也不断的对外展开侵略或者是扩张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理念相近国家 民主国家应该更加的合作 对岸动作频频 美国跨党派议员则再度提出挺台法案 推动制定台湾安全法 强化台美军事合作 吴钊燮指出 不只能加强台湾防卫能力 美方也希望借由台湾的工业能力 在美国的国防工业能有进一步结合 记者陈冠勋章之家台北报道 来看今天的早餐速报 首先是自由时报 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新任司令 帕帕罗上将 3号在夏威备举行的交接典礼上表示 中国在印太地区侵入性与扩张主义式的领土申索主张 是非法、胁迫、挑衅与欺骗 该部将和其亚太伙伴共同抵御对抗破坏和平的企图 而根据美军印太司令部脸书粉碎专页 在受邀官邸的贵宾当中 包括了我国参蒙总长梅家属上将 联合报来看到男童凯凯遭到留性保姆姐妹虐死案 引发了社会哗言 卫福部社家属公布了最新的保姆访饰指引 访饰频率仍从每年至少四次调升至六次 同时增加便是幼童及保姆身心状态等工作要求 亲自从即日起施行 中国时报继续来关心的是 台铁虽然每两年检讨票价 但是已经动涨将近了二十九年 下半年将会讨论合理化方案 预计提出三项方案 长城台北到高雄自强后 可以涨三百零一到三百七十六元 涨幅百分之三十五点六二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五二 届时北高自强后的票价 恐怕会逼近高铁 而除了台铁之外 已经十七年票价没有电动变动的国道客运则是确定要涨价了 交通部公路局宣布同一业者票价可以微幅调涨 最高涨幅百分之六点四六 不少民众提着大包小包行李来到台北转运站 想趁着周末假日出游或是返乡 听到国道客运即将调涨票价 民众反应不一 毕竟现在人各种都在涨 我觉得适当的调涨是应该的 记得从以前那个票价就一直在涨了 然后如果还要再涨的话 就可能会蛮影响到返乡的那个频率的 交通部公路局表示国道客运基本票价已经十七年没有调整 过去核定十八项成本基础与运价水准 已经不符合社会现况与营运需求 因此同一业者票价可以微幅调涨 最高涨幅百分之六点四六 不过TPAS通勤月票价格为耻不变 非TPAS月票使用者则由政府补贴涨幅三分之二 举例来说台北到高雄一六一零路线 四排座最高调涨七元 三排座则最高调涨三十六元 公路局强调基本运价调整后 业者可以在上线内试营运需求调整票价 各业者基于市场机制也未必会调整 但后续如果有调整需求 必须依循程序提报公路局备查 公告一周后就可以正式实施 记者那顺名秋福才台北报道 台湾在去年修正通过烟害防治法 禁止电子烟的贩售和使用等行为 结果前天有民众在台铁车厢 看见一名男子正在抽电子烟 铁路警察表示将会追查行为人的身份 还请高雄市卫生局来开罚 男子正在吞云吐雾 但仔细一看场景竟是在台铁车厢内 三号台铁一班屏东潮州 往嘉义的区间车内 一名男子当众抽起电子烟被民众拍下 铁路警察当天为接获通报 但强调去年三月修正通过的烟害防治法 以全面禁止电子烟的贩售与使用等 抽电子烟可除两千到一万元不等罚还 受了电子烟争议 在罚定无烟的台南官庙转运站 民众也募集驾驶员坐在车门口抽烟 我们都会跟司机宣导 然后跟他们教育说 这个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平常客人也会在这边吸吗 平常客人要吸烟的话 我们会请他远离这个站区 账务人员致倩表示会加强教育训练 台南市府也要求客运公司严格制止 事实上为了避免二手烟害台铁高铁 及无烟转运站等 站区范围内从大厅月台到车内等 都是全面禁烟 也提醒民众误因一时烟瘾而触发 伤身又伤荷包 记者陈奎宇孟昭全高雄台南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担任台北市长任内 出现了金华城的容积率 以及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地上全等争议 北检将柯文哲列为被告 分他自案调查 柯文哲在昨天和太太到花莲 送康乃馨抚慰灾民 并没有多做相关议题的回应 而由台北市议会所组成的 北市科金华城专案调查手组 预计会在明天的上午 召开第一次回忆 台北金华城商场取得史上最高土地 容积率百分之八百四十 引发外界质疑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舒培指出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仅透过两份砖签 交半都发局 市府还花公堂找专家开会 就是为了要帮金华城拟定容积奖励解套 有徒利财团之嫌 都发局看到金华城的细部计划之后 认为他的容积申请 其实不合法不合规把他退回了 但同时间居然帮他开了后门 请来的学者专家 帮他想方设法 找容积奖励 不只金华城案有争议 柯文哲任内还有北市科园区 地畅权争议案 国民党市议员林信儿 秀出科前市府关键会议资料 表示柯文哲在110年3月3号 拍板定案前 早已经三度和新光集团谈妥 不仅同意T17 T18分开招标 免投资计划 更打破产业别限制 并把地上全50年延长到70年 根本就是为了新光量身打造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四号上午 与太太陈佩琪到花莲重启市场 送康乃鑫抚慰灾民 面对媒体追问 金华城等争议案 并未做回应 柯文哲仅在脸书发签字文说明 希望蒋师傅公开所有会议记录和录音 并上网公开 未来来绿政府都要比照这模式 而台北市议会所组成的北市科 金华城专案调查小组 预计六号上午召开第一次会议 记者拉水面秋福财 温家凯 台北花莲采访报道 为了减缓基层的压力 法务部放宽了办案期限管口 不过也有一审检察官认为 警管会和数位部等单位 必须要强化加密货币 和第三方支付等监管 才能够从源头防堵诈骗 警方开车巡逻意外发现嫌犯 证明检信前军人设犯刑案 被撤职检方传荒未到 更被发不同气 多多长长一阵子 这回反家过母亲节 终究难逃罚网 发现车手面交 休假远景见状 把人逮捕到案 国内大小刑案不断 尤其诈骗相关 成长速度惊人 检察机关接手后 案件多道 喘不过气 面对检察官工作负担超载 法务部寄出改善措施 5月2号已经喊颁新的 这个办案期限管口 我们合理的放宽 这个假官的这个办案的期限 然后并且呢 就是考虑到这个女性同仁 如果有产假的照顾需求 在他这个请假的期间呢 就不算入这个办案期间 在不修法的前提下 法务部放宽办案期限管口 像是一般侦查案件 从原来的八个月延长成一年 重大刑案从四个月变成六个月 改革措施还包含 研议不起诉处分的定型化立稿 改革在意制度 与被告涉犯三年以下清罪 得以职权决定用远距视讯解送 中央一连串座委 基层的确乐见 有助减换工作负荷 但一审检察官指出 这都是案件发生后 后端做的改善 检察机关依旧涌入 源源不绝的诈欺案件 喊话相关行政单位 加强源头监管 记者 陈冠雪章家台北报道 台北市某高中有特教生 在日前因为情绪失控 殴打代课老师 引发了普特融合 还有特教老师的负担 是否过重等关注 来看到新北市 预计会在八月的新学年 缩减特教老师的授课实数 需要特教的高国中小学生 逐年增加 在融合教育趋势下 九成二的特教生 多数时间在普通班上课 部分时间安排到 分散式资源班学习 因应特教生持续增加 特教老师负担重 新北市沿逆八月新学年起 降低特教师每周 授课时数 以分散式资源班来说 国小减五节 国中减四节 高中减六到十节 透过检课让特教老师 有充分时间支持特教生 在校生活及学习的调整需求 而部分县市特教班师生比过高 教育部三号修正发布相关办法 朝国小一比十 国中一比八 高中一比十五 一百一十七年八月达标 幼儿园一比十五 预计一百二十年八月达成 去努力 其实在幼儿园 他是孩子不是抽出来的 他是直接进到这个班 比如进两到三个 那国小国中是对接到课程 那高中不是针对课程 新北检课教育部统一师生 比借此提升特教品质 但此次有关集中式特教班的师生 比和需求并无明显改变 新北议员和立委 皆要求地方和中央检讨 剪较卫生志明台北报道 昨天下午在新北市 有一场总奖金 勾达两百一十六万元的 高中街舞大赛 让高中生们组对比排五 还要三对三 背头展现自我 要展现团体整齐度 还要把喜欢街舞的感觉跳出来 南墙工商表义科三年级学生 组成的TFC 这半年都在练习 对手随心所欲来自郁达高职 也是表义科学生 排舞强调力道 三对三battle时 呈现三种舞风 大家要团结 一起排一整支舞一万 然后还要在自己个人身上 还要增强自己的实力 现在的高中生 在跳舞这件事情变得更热情 变得更开放 跟更喜欢展现自己 排舞完就直接接battle 然后是同一群人 然后看我们还有什么 可以秀出来的感觉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让我 看得非常爽 北区二十二志高中生组成的队伍 一半来自高职 一半来自普通高中 北市立山高中热舞社 走hiphop 嘻哈风格 由于下下周期中考前阵子 练得很勤 放学时间我们也都会下来 大家一起练排舞 或是练自己的东西 主要是科学先顾好 然后跳舞把它当兴趣 或更融入生活里面 对就是一个 疏解压力的方式 评审田一德 大嘴正妹和丁丁认为 街舞文化在台湾深耕 现在什么舞风都有人跳 b girls也增加 而这个世代的高中生 更愿意展现自己 记者林小慧 沈志明新北市报导 缅甸军政府在今年二月 颁布了强行征兵令 导致有许多年轻人大举出头 结果缅甸军政府 在这个星期宣布 要暂停可发男性的出国工作许可 缅甸军政府的劳工部 二号突然宣布 已暂停对男性发放外国工作证 但没说明细节 外界认为 这与军政府今年二月 颁布强制征兵令引发大批民众 前往外馆申请外国工作证 来逃避上战场有关 根据二月十号的新兵役法规定 凡是年龄建于十八到三十五岁的男性 与十八到二十七岁的女性 必须服役至少两年 在紧急情况下 一期可延长到五年 逃兵将面临三到五年的徒刑和罚款 当时就有大批兵役年龄的年轻人 游入缅甸驻外使馆 希望申请到海外工作来逃避兵役 缅甸军政府三年前发动政变 推翻翁山苏基领导的文人政府 有多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缅甸反抗军 去年秋天开始对军政府发动全面内战 他们民众逃往泰国避难 泰国边境拉起警报 而政府军也损失惨重 美国智库估计 政府军已折损两万人 因此还颁布新的兵役法 不仅增加兵力人数 实际上也是一种分裂手段 迫使缅甸年轻人选边站 但多数年轻人不愿上战场 残杀自己的同胞 专家认为美洋来领导的政府军 士气溃散 濒临垮台 BBC指出 缅甸二月颁发针毕临后 约三个月的时间 有近十万人申请出国工作许可 国际劳工组织 引用二零二零年缅甸政府的数据估计 当年有超过四百万缅甸人 在海外工作 但实际人数肯定更多 今晚之前有专家也预测 北韩与俄国政权将垮台 但至今仍没实现 无论缅甸军政府是否气处已尽 至少缅甸的年轻人 现在已失去追梦的权力 公主新闻 请编译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带您来看的是 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我们明天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